我很相信有一件事是四個字概括 叫做矯枉過正 很多時候 以前來講大家都共識 香港是一個商業社會 就不應該太過政治化 現在就比較叫做反政治 什麼都說政治 特首李家超7月1日的時候 提出了一個新名詞 叫做軟對抗 然後又說香港很危險 因為很多人在搞事 他所謂軟對抗 他都很明顯他所指的 指過往來講有些 外界暴動 現在不敢了 有另一種方法來對抗 但是他說那種軟對抗 我覺得未必是真的軟對抗 很多我們應該正式的軟對抗 他有沒有說去正式呢 我又打個譬喻 這幾天又有一些國際級的品牌 Mikey 又退出了香港 尖沙咀有個旗艦電緝了 這些鬼佬他要走 我真的阻擋不到 但是你是不是應該正式一下 為什麼有這麼多外國品牌 會撤出香港呢 為什麼呢 你作為一個國際大都市 不單止這個國際性品牌 連這個巨記 澳門巨記 都接觸香港 喂 那你擺明猜香港 你連澳門都不看香港 那你是不是應該約談一下巨記的老闆 約談一下他請他喝咖啡 喂 你今天是什麼意思呢 你是不是軟對抗 啊 這件事 我覺得很奇怪這件事 以前我從來不會聽到別人說 內地不是這樣 我的印象是內地比香港這麼嚴厲 但最近那半年 我不停聽到別人說內地不是這樣 內地比香港還放心 那些人不是在上海住的啊 不是啊 現在上海很好 喂 他不是說 入面島傾向於中央領導那種人 你知道嗎 他是讀書人 他都是外國讀完書 德國啊 他不是那種人 他明白你的 他這樣說 我相信 真的啊 內地還沒有香港這樣 還有內地呢 他住居環境的確好過香港 香港是離譜了 樓價跌了 那這些東西還不貴 吃餐 飲餐幾個人 五六百元 內地不可能 如果你去到大灣區 佛山 中山 不可能 等於伊達先生說 生活很好 他不覺得啊 所以有些東西呢 是不是我們香港呢 有些青年啊 可能都是有少少誤導了呢 是不是真的內地 這麼近人程度 動一下就鎖你 抓你呢 原來不是 因為這幫朋友呢 不會是跟國家 塗脂抹粉的人 是有碗畫碗 有碟畫碟的人 知道嗎 他們不會說呢 生案白做 但是呢 這種言論呢 近半年 自從COVID 不擋平了嘛 即是不清零啊 我不停聽到呢 原來內地是有些改變 不是這樣 就算是電影呢 以前那些老幹部 懂電影的呢 現在出回來 去負責知道呢 那個政策呢 不通的 又不至於說 你一說他錯話呢 國安法抓你 現在香港很習慣 是啊 國安法抓你 但是呢 我們的祖國 都不會經常制出這個 國安法來抓人 那為什麼香港呢 現在這樣呢 不方 沒有聽命於 中南海呢 我覺得奇怪 因為呢 我聽回來人說呢 國家是希望我們 對外面的人 大家要以例相對 盡量去講 去溝通 要跟美國人談 要跟英國人談 要跟國際接軌 不是半年前那套理論 如果你們現在動一下呢 國安法抓人 那就是不跟外國人撤軌 那中央都暗示 我們不要這樣 我們要平靜 我們要做生意 對吧 如果你這樣做法 都趕了IKEA 趕了巨記 大哥你覺得那些 即是叫撤出香港那些外企 或者好像巨記那些 就是澳門的企業 撤出香港 不看香港台戲 你覺得這些是不是軟對抗呢 需不需要約談一下他 你不做生意 你為什麼要軟對抗呢 我們香港自由貿易 我覺得沒有生意做 我不做 不關政治事 你沒有什麼都認為是政治 對嗎 即是你覺得這些不是軟對抗 不是 我賺不到錢我就走了 為什麼軟對抗 你來做什麼 如果你說LIKE 天天賺一百萬 他怎麼會走呢 是不是 我就覺得不要樣樣和政治關係 這些你覺得不算軟對抗 另外一個人 我現在講人物 我覺得他擺明軟對抗 是 施命青 一向都唱好香港樓市的 剛剛他都是這幾天的 在他內部員工的一個會議上面 他是唱淡香港樓市 總之就是唱淡 在我們那個主旋律來講 唱淡香港樓市 其實都是政治不正確的東西 你覺得這些算不算軟對抗 應不應若談 施先生 施先生 施先生怎麼說 他說香港樓市的後市 都不是這麼妥當 即是不是這麼好 即是不要唱得這麼好 我覺得施先生這番說話 以他專義人士來說 他這樣說法一定有個道理 因為他不是一個亂說話 我不認識他 但我相信他不會亂說 這個就不是軟對抗 他就將事實出來 就是希望中央樓人 那打擊大家買樓的信心 那不是的 他如果我看法 施先生就非常有兩字 即是告訴你 現在買樓 是有些問題阻滯 那他講出來 其實就是希望 中央明白他的道理 他不是打擊 那些是講真話 如果講真話 就打擊 個個都不講 我不同看法 他這樣講的原因 叫你現在買樓 你可能他愛護香港 愛護祖國 他才會這樣說 買了買了 到時 跌下來的時候 都會影響祖國的經濟 他這個不是軟對抗 他反而 愚重心長 是一番善意 我不覺得他是軟對抗 那如果你說 他不做 他不做 就要約談你為什麼不做 這樣就不通了 我有權不做 我虧本就不做 那你對香港的形象影響很大 沒辦法的 你撤出香港 兄弟我跟他說 你說影響香港的形象 跟巨機 跟這個Nike 是沒有關係 如果你說為什麼 做到影響香港的形象 你就要問政府 他們高官 因為當然 你會推了 因為那些黑衣人佼佼鎮 但黑衣人佼佼鎮 已經差不多一個年多前的事 對不對 那這一年來 有國安法 我們都平靜了 就要入治了 現在 為什麼入治的人要走呢 那必是某個環節 有一些不Smooth的東西 那這個Smooth的東西 我們是局外人不清楚 那你留待 我們就高高力反省 你不能說 阿莫仔 你莫記查樓不做 我要跟你談 審記 審記 你審記銀行不做 我跟你談 我不賺錢 我就走 那首先 為什麼會不賺錢 是不是 這個責任在政府 就不是我退 退出 我為什麼要強力 我虧本 我就走 我不需要向你政府解釋 對不對 這個全世界 商業社會 我沒得幹 我還在幹什麼 那你政府聽到這些 當然要想 為什麼我留不住你們 就不是說 你們不做 影響我 香港 就不算審代 當然不是審代 我沒得幹 我可以走 我沒有生意 是不是 我怎麼擁護這個政府 我都走了 我不是沒有錢 賺不要緊 還要虧本 你做不做這些生意 阿兄弟 你做不做這些生意 你不會做這些生意 是不是 所以難怪 你首先 政府要反省 為什麼這些人會走 為什麼樓市會這樣 我們做錯了沒有 什麼政策不對 我們想辦法 怎麼會做這件事 又回玩這個頹勢 你政府做 你不想 你這樣不對 大哥 我還有一件事 就覺得 你和你分享一下 你看看算不算是軟對抗 香港以前 那個碼頭業 運輸業 就是手屈一指的 又說是亞洲區的出口中心 轉運中心 什麼中心 什麼中心 但是這幾年 就年年就不斷跌 就是出口量和轉口量不斷跌 你不要說 比不上上海的港口 南沙也好 山東也好 總之現在香港 跌到多少呢 跌到第九 以前呢 以前 起碼是第三 這也不是壞 也不是結出實名案 問題就是 現在 它真的比內地 就算是中小型城市 都超越了 香港其實不是現在說的 是早很多年前 四五年前已經說的 香港那個貨櫃碼頭 來說那個收費貴 貴得很離譜 第二 就是香港那些貨櫃車的那個 柏位 人家一千元 他三千元四千元 那你 你很難競爭 內地那個基建 公路啊 各方面 那個網絡 現在又真是做了 我完全明白了 這件事呢 跟我們中南海高 這個領土無關 這一百更多精彩節目 等待大家 足本重溫 聲音下載服務 年費一千元 請即訂購支持